好我們抵達東京了 然後呢我們今天隨行的 跟我隨行的還有翟兄 好久不見啊 我們第一站呢就是要來先去 在機場這邊先去找到一間燒肉店 然後那個是我們的好朋友又可推薦的 然後那間他說那間的牛舌是非常好吃的 可是他是在這個機場 羽田機場的第二航廈 所以我們現在在第三嘛 所以我們要坐一個他們站內的那個連結車 然後過去到第二航廈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東京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開心 也非常興奮能夠拍到一些什麼 但我們這次是一個算快閃的一個行程 兩天一夜的快閃行程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最近這一趟能夠記錄到什麼 但多多吸收這個城市的感覺吧 好我們來到這個第二航廈了 那第二航廈感覺起來跟剛剛的 我們的第三航廈的氛圍很不一樣 我們剛一進來就看到有一個餃子店 地下室就是我們要去找到的那個餐廳 那個餐廳叫做荒 然後我們現在馬上帶各位去看那個店面長什麼樣子 好我們到了這間牛舌了 然後我們今天這個第一餐就在這邊 我們就是要來吃他們的牛舌定食 我朋友超級推薦他們的牛舌 beef tongue grilled set menu 就是他們的牛舌定食 然後我們來看好不好吃 好吃完這間荒了 哇這個真的很好吃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剛看到那個擺盤上面 就是有一碗山藥 然後那個山藥是 我那個朋友提醒我說這個是來淋飯的 然後我們淋在飯裡面 飯原本是顆粒顆粒感很重 那我覺得山藥進去就有一點點像那種 有一個濃湯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有那個山藥很特殊的 那個綿密的那個口感就加進來了 很好吃 然後再搭配那個牛舌 這種比較重鹹的一些口味的東西 搭配起來是真的非常的協調 吃完這個荒了以後呢 就是我們要來準備往市區行動 今天主要就是要小小逛一下 東京火車站附近周圍的一些事情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大車 這個是他們記錄的方式 就是你把東西擺進去以後 然後它就會啟動說要這邊按下去亮紅燈 你就直接去付錢 你就可以把東西放進去就扣好了 然後完了以後呢 它就會給一個像是一個證明吧 然後就可以回來領了 好我們現在就在那個東京的這個 算是東京一號地下街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那個 走到戶外來了 然後我們剛剛逛了一波地下街 真的太誇張了 就是很多IP都有一個自己的店 然後我們現在走到上面來呢 想要感受一下這個城市的光景 對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往那個 日本橋的方向走去 我們今天時間其實也很有限 那我們來走一走這個東京的街道 我們到日本橋了 它這有一個很有名的麒麟像 我們來近距離看一下它的那個雕刻的感覺 現在呢來到邱苑苑 然後這邊有一個一整樓都是復古大型機台的地方 有點雞皮疙瘩欸 就是這邊都是真的像我們以前的童年回憶啊 你可以看看 鍵盤打殭屍 真的附鍵盤給你打 看看瘋狂計程車 還有這個 諸羅紀公園 哇這個最最感人的是這個 這個真的是超級無敵啤酒的 以前 會在餐廳會在餐廳裡面擺這樣子的機台 讓你可以邊吃飯然後邊玩一些遊戲 它是用這個滾輪去玩的 喔三顆三顆 欸我三顆嘛怎麼又剩一顆 慢慢來嘛還是一顆比較好 喔喔喔喔喔 可以叫切齊 哈哈 很會切嘛 哇欸這個夾娃娃機 你聽那個音樂 這是索尼克音速小子的音樂啊 那我們來到呢這個晚上要的活動地點了 那晚上是一個SEGA他們辦的一個算 活動前的一個活動 那今年剛下午就是走了一天的路 現在真的是很適合休息一下 等一下進去裡面就有些簡單的一些零食可以吃啊 是一個 뉴痙蒜的 水邊會把那個零食可以吃到 我可以吃到 一會兒會不會聽到 我們可以吃 我們可以吃 晚上SEGA的活動結束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回到我們下榻的飯店了 重頭戲就是明天的TGS東京電玩展 我覺得這次第一次來東京就是這種兩天一夜的快閃 目前第一天已經走到一個尾巴了 目前覺得東京真的是非常的美 跟之前去京都味道跟感覺完全不一樣 然後依舊還是覺得日本真的好棒 每一次來都有不同的感覺 而且好像玩不玩耶 東京很大 然後就是什麼都有 很想要下一次好好的能夠體驗這個都市 但這次有稍微摸透了一下 就稍微有搭幾個捷運大概知道它那個邏輯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得算 先來探探路 現在感覺一下 下次來就比較不會怕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明天的重頭戲囉 嗨